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亚运会杜金失败 也要打好比赛 因为锻炼球队对参加女排式锦赛也有帮助 众所周知 上2014年仁川亚运会 中国女排派出的是二线阵容 连主教练郎平都没有带队前往 这才让韩国队借主场之力拿到了冠军 如今 韩国媒体还在指望着威眠 这让不少中国王六波不以为然 韩国队不会有危险 只是别想着夺冠了 我宁可相信国足进世界杯有危险 别说韩国赢不了全主力出战的中国女排 即使打日本也够像 韩国就等着正第三把 当然 对中国女排来说 虽然自身实力在亚洲 奥逊全球 但也不可小看任何一个对手 两个月前在世界联赛分战赛中 半主力出战的中国队 就曾在北轮赴于金软景领衔的韩国 本次亚运会上 中国和韩国同分在一个小组 8月23日就将对话 期待中国女排能完成复仇 突然来自网络